他就跟我讲 你就画八字啊 我就 蛤 什么叫画八字 就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对啊 就这样子啊 你 一开始学会做大的动作 就比较那种伤疤 你看 哎呦 人家啊 哎呦 黄档的你来咯 你先学会动作比较大的 你再去收小 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学习会比较有帮助 你若一开始学小的话 你会觉得很有挫折感 因为你会抓不到他怎么扭 对啊 分解动作就是 先把脑拿正 往上抬 下巴往上抬 然后这样转 往下压之后 再换个方向 换相反的方向 没有 刚刚是这样子 现在变这样子 好 再一次哦 然后回到中间 这就是小蛋 OK 请订观众邀请 小蛋 这真的 绑得太伤了 就看起来很索实 就看起来很索实 小蛋也有这样的一点差别 比如说我刚刚那样子 走路的时候会给你们跳 那就是比较年轻的 大家归秀就是很稳重 转身的时候 往右转就是这样转 往左转就是这样转 小蛋不会这样走 不会这样走 小蛋走一定是这样走 我走这边 小蛋是这样走 就是有点显现他的婀娜多姿那个样子 对 怪怪的 好 大概这样 好 大概这样 然后 生蛋静 静就是那种很粗犯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把五生跟静做一个分别 五生就是会武功的 然后但是他的心微积极的比较 温文如仰 比较轻 但是还是要跟小生做区别 那很简单 定点加大 定点加重 小生比如说是这样子 五生就是这样子 感觉都会差别 比如说走路 小生是这样子 五生就是这样子 静 静的动作就更大 类似这样子 那他走路也会更亢相有力 一副很气势很凶的样子 那个就比较宁静 对 这样做区隔大家就看会比较理解 但是 其实 目前 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大家就看角色看角色这样就好 大概讲一下 我们在讲说 我们在拿好的时候 人偶合一 人偶合一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演他 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 比如说 我现在演女生之后 我们有好几个师父会这样子 不要笑真的是这样子 我个人是还好啦 但是 我们在看他这样子的表演你之后 其实 我们也会觉得说 OK 你已经融入他了 对啊 那 包括像刚刚五生 我们在动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也会有那种 很气质的感觉 这样子 就是自己会跟他有点融入一体的感觉 对 说 updates 谢谢大家